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民间有句话叫 冬季进补来连打虎 冬季食补呢,由温热补益为主 强壮身体的虫食呀,起到预寒的作用 今天呢,李医生给大家分享 冬季排名第一的食疗番 祝大家一起温暖过冬 冬季第一根,萝卜 民间常说,冬吃萝卜,下吃浆 不劳医生,开药番 萝卜呢,具有很强的行器功能 还能止咳化痰,除灶生经,历大小便 等等的作用 经常吃萝卜呢,有助于降低血脂 稳定血压,预防冠心病 动脉硬化,胆时症等等的疾病 我们可以做萝卜炖盐肉 有补气血,补肾驱寒的作用 冬补第一菜,白菜 俗话说,白菜不如白菜 北方呢,更是有冬天储存大白菜的习惯 而且白菜呢,还有护肠胃 普制降血压,预防动脉硬化的功效 给大家分享一道,白菜冻猪肉 我们准备,白菜一颗 猪肉500克,香葱一根 料酒,酱油,食盐,白砂糖少许 将这个白菜呀,撕片洗净,切大块 猪肉呢,也切成大块 用开水烫一下,去腥,洗干净 所有调味料倒入锅内 加水烧滚,加热肉块,煮10分钟 放入大白菜,肉煮熟,菜煮烂 并且,汤汁快收干的时候 用少许的淀粉呢,勾芡 并撒上葱段,即可 经常使用这道菜 有氧味生津,除防解渴的功效 第一肉,羊肉 羊肉呢,有补肾赚羊 补气血,缓解手脚冰凉 健脾养味的功效 它是历来民间冬季进补的重要食材之一 我们可以做,单规生姜羊肉汤 取单规30克,生姜60克,羊肉500克 将这个单规生姜洗净,切片 羊肉呢,剔去筋膜 制废水锅中呢,烧炭一下 沉重后,放凉,切片 然后呢,把羊肉块,生姜,当规 放入洗净的砂锅中 加适量清水,用无火煮废 除去浮沫 改用文火,冬至熟烂 饮汤并使用羊肉 有补血调精,上寒止痛的功效 当然呢,也不能少了山药 山药是三中之药,十中之药 不仅可以支应用费,还能补胜一斤 山药粥呢,就可以补脾胃,支费胜 山药粥的做法和视频的详情文字版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查看 冬天进补,一定要补全 这几个第一呢,很容易买到 快分享给家人看看 一起温暖过冬吧 好了,朋友们 看完了,记得在视频下方 点赞,订阅,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